轟轟轟轟 轟轟轟 带行动电源上飞机 这些你必须知道 卫航昨天晚上飞雨天搬机 发生第一起行动电源空暗事件 让众多使用者感到宝宝心里苦 不怕烧飞机 只怕手机没电 别担心 苹果找专家来帮忙 行动电源预计击硬 必须手机 而且它的功力数在 100 瓦特小时以内 超过100瓦特小时到160瓦特小时 必须经过航空公司的努力 这100瓦特小时就是1万毫安培 大约可以喂饱三只手机 确保你在飞行时手机不会没电GG 除了行动电源外搭飞机携带物品 还有什么规定呢 器材有瓦斯罐 还有我们一般家里使用的清洁剂 还有铅酸电池的危险物品 刀剪裂以及工具 都是杞子还有锯纸等等 自拍棒三脚架 而且最长不得已超过20公分的东西 行动电源以及银电池 还有一般的打火机 一般的打火机只能现代一个 热蓝硬打火机 这是不能随身携带也不能偷运的 超实用请分享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